来问一些我们刚才其实已经问过的了解的问题 这里参考啊 地球吸苹果 苹果吸地球谁的力量大 两个东西有彼此互相吸的力量吗 我吸引你 你吸引我 这个力量谁大 然后问 这个跟哪个定律有关系 来 这里参考哦 苹果吸地球跟地球吸 类似的意思啊 就是 排球足球也随便啊 来可爱大帅哥 来有 就是刚才被我洗洗粘的 22号 22号 来谁大 地球吸苹果 苹果一样大很好 来这跟哪个定律有关系 我吸引你 你吸引我 我吸引你 你吸引我 这跟哪个定律有关系 你确定是外有引力吗 我吸引你 你吸引我 这是跟什么定律有关 刘顿 刘顿第二定律 刘顿二吗 我吸引你 你吸引我 我爱你 你爱我 我恨你 我恨我 我打你 你打我 你请坐 你请坐 来马上吸引你 死命要说外有引力 谁会请坐 两个一样大 重点一样大 我爱你 你爱我 我恨你 你恨我 这两个一样大 这是牛顿三 重力跟反重力 反重力 那牛顿三 我跟你讲 我一直暗示你 我一直暗示你说 我吸引你 你吸引我 A对B B对A 你还跟我讲这个有的没有的 有差 来 下一个 来 传说苹果会掉下来 是因为被地球的外游引力吸下来 可是地球会吸引苹果 苹果也会吸引地球 那为什么不是地球升上去 是苹果掉下来 来 这又是跟哪个定律有关 可爱 大美女 ELEVEN 11号 来 苹果会掉下来 没有看到地球升上去 为什么 这跟哪个定律有关 啊 那前面那句话 跟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地球比较重 因为地球比较重 好 请坐下 因为地球比较肥 比较胖 质量比较大 F等于MA F一样的时候 M很大 A就很小 苹果跟地球比起来 实在是太小了 地球实在太大了 所以就看不到地球的 先不要提到什么 抵消什么的问题 光这样看就知道 他的太小了 这叫做牛顿2 F等于MA 小吃一桩 简单 来 这刚才讲过的 同样的地点 质量越大的引力越大嘛 质量成机成正比嘛 那加速度有没有越来越大呢 有为什么有 没有为什么没有 来 有没有 大铁球跟小乒乓球 我们不要管空气阻力的问题 掉下来的加速度 有没有大铁球比较大啊 质量大引力大啊 你们班这个人就是最后那位34号新同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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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起立 把他叫一下I件叫出来 那把他刚开了之后叫他把他I件叫出来 就四万一 快一点 是吧 对 东西越重加速度就越大 是很好 请坐下 你完全没有听我刚刚跟你讲的 我刚刚讲的半天就告诉你说 跟质量没有关系啊 是假的 重力加速度只跟地点 为什么没有 就是答啦 因为挑剔的讲 不同地方的离地的距离不一样 平常讲是说都一样大 所以 但是讲过了 这个公式显示的就是我的加速度大小啊 所以在同个地点 你怎么算答案都一样啊 所以加速都一样啊 就所谓的重力加速度啊 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所以 没有影响力 没有 没有差别 刚才已经讲过了 只不听了 来就是考试考这个题 考试考这个题 来 地球表面上放的东西 45公斤重 地球半天是R 离到地球表面2R的地方 我再次明示你 那个距离要算到地心为止 我跟地球的距离要算到地心为止 所以我离地球表面2R的地方 我的力量会变为多少 我已经明示你了 我已经明示你了 不是暗示 明示你了 你们班有13号大小姐吗 来 13号大小姐 那位新同学 PLEASE STAND UP 来 那位新同学 又要开始陷入昏迷状态的新同学 你又要对我微笑 跟我讲IDK了吗 他说5 他说15 你要相信谁 请坐下 我们说了 距离地球表面2R 离地心是3R 所以是地球半径的3倍 也就是你表面的距离的3倍 距离平方乘反比 3倍的平方是9 反比是9分之1 所以力量会变成9分之1 所以45公斤的9分之1是5公斤重 所以答案是5公斤重 就考那个质量乘积乘正比 距离平方乘反比 然后再说一个重点叫做 离地球的距离要算到地心为止 OK吗 OK